我们来关注乒乓球 WTT澳门国际乒乓球赛 今天继续进行 本次比赛在形式积分规则 和赛程上都有不小的创新 前四种子排位赛 采取五局三胜制 每局只有五分球 若打到四平则抢五制胜 昨天同样获胜的马龙和许新交锋 前四局双方战成二比二平 关键的第五局 许新率先上手 他看到机会手一点不软 只让马龙赢下两球 就拿下比赛 以总比分三比二获胜 许新也以两连胜 获得了澳门赛 男单头号组的席位 在之前进行的一场较量中 林高远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 实现逆转 以三比二击败巴西选手 余果卡尔德拉诺